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云霞 一霞花香楼 春风俯瞰龙花梦 若非群与山头间 回向腰开月下方 一只红颜龙云香 银鱼路上王冠长 接问汉宫谁的死 何别飞燕一心装 银花经过两相识 长得菌往安相看 铁驰春风无限恨 山巷的卑鄙难看 长得菌往安心装 愈菌往安心装 长光断肠 接问航空谁的死 可怜飞烟的星座 丁花轻薄两相识 长得君王太相看 皆是阵法无限分 山墙云美丽浪漫 丁花轻薄两相识 长得君王太相看 皆是阵法无限分 山墙云美丽浪漫 山墙云美丽浪漫 又是名的 高杉总意 山墙云美丽浪漫 吉他联OOM 土匙尔 日環 你不陪我上朝了 我宿醉未幸 头好痛哦 按理说 这种酒喝了不会头痛的 一定使你猛然喝太多了 你们要好好地伺候娘娘 是 哦 如果还有头痛 到太医院去拿一副清醒的药 是 娘娘 要不要请太医来 请什么太医 昨天 我睡觉的时候 你们俩跑到哪儿去了 奴婢该死 请娘娘恕罪 以后再敢擅自离开 看我怎么惩治你们 是 聂奴 你到内侍省去找张公公 请他抽空来这礼堂 是 西阿门叩见圣上 平身 你怎么会在这儿 等贵妃娘娘去练 赢赏乙医我 今天不要练 是 贵妃娘娘昨天喝多了点酒 正在闹头痛呢 去陪陪她 是 是 娘娘 好像有老鼠 你去找人来 就说这里蜀背横行 赶快来这儿扑杀 是 贵妃娘娘 你可把我整惨了 大胆狂徒 你再不走 你别想活了 我是冒着生命危险 留在这儿来看你的 你 贵妃娘娘 贵妃娘娘 你胆子很大 你竟敢串通安禄山 私自闯进宫里 娘娘恕罪 安将军是奴婢的救命恩人 他狂爱着娘娘 我是怎么对待你的 你居然安将仇报 娘娘 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走吧 娘娘 你自己喜欢安禄山 你尽管去投入他的怀抱吧 你走啊 娘娘 我只要跟随你 我只要跟随你 她是个胡人 可以胡作非为 你跟她一样 胡闹一通 这件事如果传出去 叫我怎么做人呢 娘娘 奴婢该死 起来吧 以后 你再帮着安禄山 我就把你赶出宫去 是 你 你 你上一回办太极 这一回连胡子都给我剃掉了 你这个逆子 你说 为什么把胡子剃掉 孩儿 孩儿想学汉人 剃了胡子 看起来文雅一些 你身下来就是胡人 身上流的血是胡人的血 除非你投胎转世到汉人家去 这个人你见到了一定会喜欢 他不仅是才气横溢 而且有雄才大略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赶快把他找来 三哥 真正肯李贤下士的君王 是不会说把他找来吧 要是把他找来 他就乖乖的来 这种人必定是个庸才 那你要我怎么做呢 我也并不是说非要你用礼拜不可 那你有极力推荐他 三哥 你可以派人去探查 看看他是不是具备真才实学 你觉得找谁去比较合适啊 朝中品学兼具的人 我想非贺之章 贺大人莫属了 臣贺之章参见圣上 平真 谢圣上 贺大人 你知不知道李白这个人 臣对他的诗文早已耳熟能详 但是没有见过面 替我去探访一下 看看这个人到底有多少才学 能够担当什么样的职务 臣遵旨 律师 奴婢在 去看看贵妃娘娘好点没有 如果好了 请她到这儿来 遵旨 小六子 站住 这万随要你伺候梅妃娘娘 你怎么到处乱跑啊 高爷爷 我跟你讲 梅妃娘娘她又出宫了 我 你说什么 没有 她什么时候又出宫的 我不知道 说 昨天 到现在还没回来 她到哪儿去了 她说 她要去享受山林之盛 还说 要看看人身百态 还有这个 我不知道了 梅妃 你简直是在找死 你累不累 累 但是到了这里 看到眼前这一片辽阔的天地 心情也跟着开朗了 只有到这些地方 才真正享受到山林之美 活到过很多的绵山大川 我在大小匡山苦读了三年 在峨眉山学界 之后呢 又遍游了许多地方 像是荆州 江陵 洞庭 新陵 凤凰台 若爷西 若爷西 我也知道那个地方 你也去过 我只知道 那是西施的故乡 若爷西是她晚沙的地方 我在毕山呢 碰到了蓝仙 她是我第一个妻子 我们一起到庐山求道 之后呢 之后 怎么了 接着蓝仙去世了 我就到了北方的太平 我看到你 就想到蓝仙 你们两个在容貌上 是很相像的 除了容貌之外呢 无法分别 我对你所知不多 那么 多谈一谈你的妻子 我有两次婚姻 你要我说哪个 当然是蓝仙喽 她至死都谅解我 抛架离奇 云游四海的苦衷 可是在她去世的时候 我却在旅途中漂泊着 十年夫妻 离多俱少 后来的妻子呢 她姓孟 还有呢 不谈她了 为什么 她不了解我 当初她读了我的诗文 对我有着幻想 当生活在一起 有了孩子 她要求过我飞黄腾达的日子 身心淡泊了我 让她失望了 她不能忍受一个 遨游四海的丈夫 于是 你又走了 生活与幻想是对立的 要投入生活 就必须让幻梦破灭 对我来说 生活是磨人的 是极其残酷的 因此 我不是个好丈夫 这么说 你可能是个好情人 我的生命 是超脱于生活之外 因此我修道学佛 追求这性灵的满足 不为生活所义 我明白了 你带我到这里来 让我感受到 山川灵泉之美 希望我 不要再为世俗的 情爱所困 退一步想 人世间可做的事 还有很多 你是一个聪明的姑娘 不要因为圣上 对你的冷落 就艳生弃势 有时候孤独寂寞 反而能够创造生命的 新气象 人性是贪婪的 不要因为失去的名利和权势 而觉得愤改 你不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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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貴妃娘娘萬歲爺有請 萬歲爺在哪裡 萬歲爺在秦政樓候駕 奴婢叩見娘娘 張公公請起 謝娘娘 不知娘娘召喚有何吩咐 已經沒有事了 奇怪了 把我找來又沒事了 我找你有事 您找我有事 等我來 小六子叩見高爺爺 張公公 好 給我起來 高公公 小六子又闖了什麼禍了 你讓她自己說 小六子 過來 怎麼了 是 是美娘娘 她 她自己要跑掉的了 什麼 美娘娘 跑掉了 嗯 高公公 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您得趕快想辦法 哎 哎 哎 你不要把事情都推到我身上 這美妃跑掉了 哎 是小六子 是小六子放她走的 哎 怪了 小六子只不過是一名 小內士小跟班 小內士小跟班 她就是有十個膽子 她也不敢說是男的 梅妃娘娘啊 哎 她攔不住應該馬上告訴我呀 知情不報那就是她的錯 好 小六子 你犯了知情不報的罪 走 咱們到萬歲爺那去認罪去 哎哎哎 等等 哎 小六子 你那兒不是有一塊萬歲爺 給你的骨欲嗎 嗯 可以頂你一條命 哎 哎 對對對 哎在這兒 好好好 現在不要拿出來 等萬歲爺治你罪的時候 你再拿出來啊 哦 小六子 你先到門口等著吧 是 張公公 你也坐吧 是 哎 這不管怎麼說呢 沒飛跑掉了小六子脫不了乾血 這對不對 嗯 高公公 你是支內侍省 左肩門大將軍 掌理公中一切事物 嗯 哎 哎 哎 不不不不算 這我也有責任啊 啊 這責任可大了 再說 沒飛娘娘是你引進宮來的 啊 哎 哎 哎 我引進來又怎麼樣啊 哦 這萬歲爺震怒 哎 哎 你問了我的罪 斬了我的手 你就可以頂替我當了內侍省的總管了 是吧 說這種話就沒有意思了 相處幾十年的老兄弟 我是這種人嗎 哎 有你這句話就夠了啊 啊 有難同當 有福你就沒想到我了 沒想到你 哦 那你就能坐上這內侍省的第二把交椅了 我 哎 哎 好了好了 這些話都不要說 這件事必須要瞞著萬歲爺 我們一塊想辦法把沒飛找回來 哎 說得好聽 一起想辦法 哦 你跟小六子辦成平民百姓 哎 哦 出宮去查訪沒飛的下落 哦 哈哈 這叫做一起想辦法 哎 我要伺候萬歲爺啊 我也可以在宮裡邊伺候萬歲爺啊 你辦成平民去找沒飛娘娘 啊 哎 這內侍省是誰在當家主事啊 哎 好了不要啰嗦了 你們倆出宮去查訪 另一方面我還要去找李陵符請她幫忙啊 既然請她幫忙 那我們倆就不用去了嘛 哎呀 那個老狐狸肯不肯還不知道呢 關我什麼事 沒飛是宮裡的人 宮裡的一切事物由你們內侍省負責 現在內侍省出了差錯 叫我來補漏洞 叫我來補漏洞 笑話辦不到 哎 嘿 嘿 哎 小爺 這梅飛如果在宮裡邊出了事兒 比方說上吊了自殺了 當然是由內侍省來負責 現在她是溜出宮去的啊 溜出去也是你們的事 哎 不對哦 怎麼不對 哎呀 負責宮廷進位的是龍武軍 按說這進出宮廷 龍武軍應該仔細地盤查 但梅飛沒有得到內侍省的同意 溜出宮去 這龍武軍難免有防守疏忽之處啊 否則他怎麼溜得出去啊 這 哎呀 相爺 這梅飛嘛他已經失寵了 按說殺了他也不足惜啊 哎呀 但是 這個宮廷的進位松弛 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啊 什麼人都可以進出宮廷 萬一來了個刺客 危機到萬歲也 好好好 算你厲害 哎呀 你說我厲害這可就不對了 那梅飛溜出宮去 本來就是你們進位軍的疏忽啊 哎 如果我們內侍省一狀告到萬歲爺那兒 說你們龍武軍縱放梅飛出宮 要我怎麼說你說吧 非讓你們龍武軍把梅飛給找回來嘛 這是強人所難啊 你們龍武軍根本就不認識梅飛 要找也無從找起啊 這就對了 我們龍武軍怎麼知道溜出去的是什麼人啊 哎 只要有人溜出去 哪怕是一名小宮女 這都是防守上的錯誤 這 哎 我可不是故意找麻煩呢 我們內侍省派出張公公小六子 為夫出宮查訪 我希望你們龍武軍能派出人馬 來配合他們兩個 怎麼配合 啊 拨出一批人馬 由他們兩個來吊派指揮 開什麼玩笑 由他們來吊派 哎呀 這是權宜措施 你們都不認識梅飛 必須由他們兩個去找 找到了 你們在吊派人馬護送梅飛回宮 還有啊 這龍武軍人多口雜 一旦消息洩露出去這可不得了 再有啊 萬一找到了梅飛 也不能讓龍武軍知道我們護送的是什麼人呢 好吧 你說 要多少人嗎 小三子 請張公公進來 是 相爺高公公 張公公 你說 相爺答應了 要多少人馬 五百人 五百人 兩百匹馬 還有兩百匹馬 分散在長安各重要地點隨時待命 還有兩塊金牌 給我們兩個人 所有的人要服從我們這兩塊金牌 好吧 好 待會兒你給我拿領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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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效果 啊 θα 你不賺了嗎 怎麼 uży歸呢 行程 來 最愉快的一次晚餐 大概是因为玉环在这儿吧 人的心情好 胃口也大开了 担心发胖 大唐君王很少瘦弱 胖是福气 玉环 我喜欢你胖一点 三哥 玉环要是胖了 那你会不会变心呢 会啊 我会把三心二意 变成一心一意 来 我敬万岁爷 好 来 好 等一下 练剑要专注 将军 你的胡子 剃了 为什么要剃呢 你跟我学武 我跟你们汉人学文雅 所以把它剃了 将军还是留着胡子 比较英雄气概 对 家木也这么说 没关系 我的胡子长得快 没多久 就长得跟原来一样了 将军 天气这么冷 又这么晚了 可以不练了吧 练功就是不怕冷 怕冷还练得成了 阿妹 王爷 走好 王爷今天真是太辛苦了 王爷 练功 不是一日可陈的 要靠日积夜里的功夫 嗯 我知道 王爷 那明天就休息吧 不 不要 我是怕你会吃不消 到今天我才知道 牢起筋骨 苦起心智的趣味 王爷 累成这个样子 还有趣味啊 你们都不必为我担心 练功习武 让我对未来 充满得胸心壮志 这种行为上的苦 使我燃起了 对未来前途的希望 我相信 我一定能够创造一番事业 开拓一个光明的前程 娘 你放着正经事不做 是教那个文弱不堪的人练武 教兽王爷练功 也是一桩正经事 虽然耗费我不少时间 但是他练我的那种专注 让我深受感动 练得很专心 很认真 我是诚心整他 他像拼了命一样 打倒了又站起来 跟传闻中懦弱无能的那个兽王 完全不一样 杨贵妃原来是兽王妃 她懦弱到妻子被皇帝抢走了 也不敢反抗 原来她就是那个王爷 陆山 我快憋不住了 什么憋不住 住在长安城里 看不到辽阔的原野 又不能骑马 奔驰在草原上 我真是难受极了 心里好难过 我快被逼得发疯了 四明 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这种沉闷的气候 我也受不了养尊处优的生活 我更受不了 一个个都是勾心斗角的人 四明 你别急 长安我是待不久的 待不久 我看你是已经被长安迷醉了 娘 一个战将不在战场上 待在京城里有什么用 娘 我已经得到皇帝的信任 我预料不久 皇帝会加封我的官决 你自己明白 不要找理由 你心里想什么 打什么主意 你自己明白 娘 四明 改天由你陪兽王爷练功 也好活动活动筋骨 要我去陪那个窝囊废练功 他不是窝囊废 连妻子都保不住的人 不是我浪费是什么 你 你去陪他练功 你就会知道了 什么 我长抽筋了 来 回头 你怎么笑起来了 突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情 待会我出去一下 禀夫人 安将军来访 有请 是 安将军有请 小植露山参见老夫人 杨昭不在家 我知道杨昭兄不在 那安将军来 有些小事想请国国夫人帮忙 哦 花花啊 安将军 这是西客啊 安将军说有事要找你帮忙 那有什么问题 请这边坐 安将军有事尽管吩咐就是了 我不能随便进入宫院 所以想请夫人进宫去找 找谁 谢阿满 哦 那个歌舞伎啊 是 是 将军真是有眼光啊 看上了他 安将军 你可以找到比他更好的 身为两阵节度史 又兼御史大夫 取一名歌舞伎 不太合适 即使是作妾 也不够格呀 三审 安将军是个胡人 他们不讲究什么身份配不配的 不管是胡人也好 汉人也好 安将军是大唐的朝臣 长安城里有不少的名门闺秀 怎么会找不到一个身份相配的呢 人家喜欢阿满那个样子吗 哦 既然喜欢 那就没办法了 安将军 我这就进宫去找他了 谢谢夫人相助 你知不知道阿满 是我贵妃姐姐身边的红人呢 陆山知道 如果你要娶她 是要我贵妃姐姐点头答应才行哦 我 要贵妃姐姐答应 就得我去说 哦 暂且不必 我知道了 我是要提醒你 我是一个现成的媒人呢 我走了 花花就是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安将军你可别介意啊 好 好 国国夫人豪爽侠气 我早就听说了 阿满 阿满 叩叩见国国夫人 别叩了别叩了 我刚到黎原去找你 他们说你不在 夫人您找我有事吗 不是我找你 是杰度使安陆山找你 她 快去嘛 没关系啦 贵妃娘娘那儿我听你解说 夫人 请你转告安将军 就说找不到我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是台具呢 我 安陆山是个赫赫有名的大英雄 人家喜欢你 是你的造化 你还要拿桥不理人家 夫人有所不知 我有什么不知道的 我嫁过人 我丈夫也过世了 女人家的事啊 我没有一样不知道的 阿满 没有什么好害臊的 打到机会就答应她 嫁给她 胡人没有那么多的禁忌 你嫁给她 当现成的杰度使夫人 有什么不好呢 别傻了 在宫里当一名武技 会比当杰度使夫人好吗 快走吧 阿满 阿满参见将军 阿满 你我不必这么客套 将军 我不能再帮你了 你假扮宫女闯入长生殿 不但骚扰了贵妃 对你自己来说 也太冒险了 我帮你 等于是害你啊 我找你来 主要是想知道 我有没有连累你 受到处罚 为将军受罚 我心甘情愿 只要是对将军有利的事 我都愿意去做 唯独帮将军入宫的事 我绝不会再做了 好 我不会再要你帮我做那些事了 将军 你应该放弃 对贵妃的设想 才是明智之举 我并没有放弃 只是不愿意再连累你的 将军 这是一份 不会有结果的感情 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不错 谢姑娘说得对极了 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陆山 连谢姑娘都知道 你还执迷不悟啊 娘 我不会死刑 永远都不会死刑 我要得到她 我一定要得到她 你 我不得到她 我绝不善罢甘肖 尔臣叩见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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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恒 我要你与安禄山结拜为兄弟 你意下如何 尔臣 安禄山能争善战 将来你必须要用到她 让她为你打仗 不断地打胜仗 保住你的江山 与她结为兄弟 她更忠心于大唐 启奏陛下 臣以为不能对安将军太好 你不了解这些武将的本性 他们大多数爽直 对他一分好 他就尽你三分 对他三分好 他就死心塌地地服从 陛下 并不是每个战将都如此 安禄山就是这种人 外表强悍 内心忠厚 是 我对相术颇有研究 我看人总不会差 李恒 你要与他结拜兄弟 以后多与他来往 建立起兄弟一般的情意 是 律师 奴婢在 你去告诉安禄山 叫他准备一下 改天我选个皇道吉日 让他与太子结拜为异性兄弟 遵旨 圣上要我跟太子结拜为兄弟 是啊 如果将军不愿意 怎么会不愿意呢 能跟太子结为兄弟 圣上就是父亲 贵妃娘娘就是母亲 这么一来的话 圣上就会更重用你了 请高公公秉明圣上 我们陆山十分的愿意 还是老夫人通达是理 高公公公 当着圣上的义子 就可以常常进宫去 探望万岁爷跟贵妃娘娘了 是吗 那当然了 将军的意思 什么圣上恩宠 露山岂能不受 好 那我这就回宫去向万岁爷复命 恭送高公公 不用了 安将军 你们再商量一下 准备进宫谢恩吧 是 卢山 我说的没错吧 留在长安会有大进展 司命 我会向皇帝保健 给你更高的观止 我倒是无所谓 看到大唐天子这么器重 我倒是替你高兴 哈哈哈哈 儿臣叩见母亲 父亲 平身 谢母亲 父亲 你看看 她就是这么耿直可爱 脑子里抱着先母后父的无人习俗 怎么都改不了 来 露山 儿臣在 以后不管是在大殿 在偏殿里 在公共场所 见了我要称父皇 是 那对母亲呢 还是叫贵妃娘娘 她脑子里只有母亲 哈哈哈 露山 今后你也算是皇家的人了 是 这是儿臣的荣幸 这是儿臣的荣幸 除了你原来的官职以外 朕要加封你一个河东节度使 臣起陛下 安将军已经身兼平炉泛阳两阵节度使 以及御史大夫 我会不知道吗 除了三个节度使官职以外 还要加封为东平郡王 陛下 臣七七以为不可 有何不可 本朝向南没有将帅封王的例子 朕要开个例可以吗 臣 你退下 是 不要那么凶嘛 我封个王位 他也啰啰嗦嗦的 万岁爷 陆儿 你还不上前谢恩 儿臣叩谢父王 恩赏厚赐 平身 谢父皇 今后你是大唐皇帝的义子 要多学习大唐的习俗 儿臣遵旨 娘娘 你插的花好美啊 当然了 娘娘多才多艺的 娘娘 您插的花叫什么名字 富贵花开 好美的名字啊 安禄山道 儿臣叩见贵妃娘娘 她就是安禄山呢 真的啊 好英俊哦 有心念儒 你们退下去 是 干娘 我可以站起来了吗 请便 安禄山 你 齐座贵妃干娘 儿臣是义子 按照宫廷的规矩 可以任意出入宫院 因此 以后会常向干娘问安 希望干娘多给儿臣一些教诲 安将军 你还需要我的教诲 当然 儿臣是忠心地爱戴干娘 安将军 凡事选择 凡事适可而止 希望不要自误误人 安禄 你不必担心 我不会害人害己的 哦 那你就不该到这儿来 好 我只要再看看干娘 见个面 问个安 如此而已 你不必担心 你是蜜蜂啊 干嘛看着花绕来绕去的 你们哈人不是常说 父母在不远游吗 她是我的干娘 我当然在她旁边走来走去 如果把打起了 她是我的样子 是她的 她是她さん 她是她的 她是她的 不认为她的 你这儿吗 她不认为她 你, 安将军 安鲁山, 你三反两次的戏弄我 你真以为我不敢禀告圣上吗? 干娘, 你去禀告圣上我也不怕 我是按照汉人的规矩 这叫成欢西夏 干娘, 你插的花真漂亮 你给我出去 你担心我干爹 安埋, 把他打出去 这是个好的开始, 儿臣苦无机会 来, 请打 阿满 是 我这叫苦肉计 我要棒打这个薄情郎 看这番胡, 挺挨打的 是 干娘, 心疼吗? 我干嘛要心疼 干娘, 你还记得一句话吗? 打在儿身上, 痛在娘心里 我干嘛 你又坏了 你还带我 你还乱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